嗨大家好,我球衣彭尊的彭尊 此頻道也有為你介紹籃球的大小事 訂閱我的頻道,一起支持台灣籃球 本地中鋒,破繭而出 高位側硬,外線出手 今天為各位介紹台灣魔獸李德惟 德惟出生於1991年10月15 身高200公分,體重111公斤 主要位置是中鋒 過去呢,曾經效率於SBL育龍長達10年 目前呢,效率於Twas Lee,台芯,夢想家 就讀基隆中正國小的李德惟呢 國三的時候身高 啊對不起 是國小三年級 就已經逼近180公分 驚人的食量和身材很難不讓別人注意 有一天呢,球隊教練問德惟要不要打籃球 那時候呢,因為不想要運動 甚至還哭著回家跟爸媽說 我不要加入球隊 教練呢,不斷跟媽媽推薦 說德惟這樣的身材條件 孩子真的不多 這個孩子呢,未來呢 一定呢 是要打籃球的料 而且呢,會很成功 那天以後呢,每天的午休呢 德惟呢,都在練習上來 就這樣誤打誤撞,開啟了籃球之路 中正國小畢業後呢 德惟先是到了中正國中 而後呢,轉到了基隆的正兵國中 開始了接受正規的籃球訓練 巧兒的是呢 正兵國中當時的籃球教練 傅明仁就是德惟爸爸的國中同學 雖然正兵呢,長年打遺囑 不過在德惟教練年,國三 是拿下了國中家族第五名 德惟呢,也成為了正宗的族裔中風 因為訓練量增加,體能狂超 小時候,圓潤的身材呢 也開始變得結實 正兵國中和能人家商呢 一直維持良好的關係 所以很多球員畢業後呢 也會投入能人家商 德惟呢,也在教練推薦之下呢 加入有小陽哥林正兵教練領軍的 能人家商 國中呢,比較注重在身體上訓練 體能的增加 到了高中呢,更加注重場上的觀念 以及比賽的細節 高二升上高三 但獲得更多的機會 在教練用心的栽培之下 德惟的球技能一天比一天更好 心中呢,也開始萌生 想要挑戰職業的夢想 這時候呢,加上連續兩年冠軍賽呢 都輸給同樣傳統名校的松山高中 兩年呢,借以各位輸的分數幾敗 98學年度呢,更是被松山高中 有紅康橋藝人爆砍48分的畫面 至今呢,讓各位難以忘懷 能人畢業後呢,曾短暫到師大練球 也曾經跟著服務員體系 後來在家庭因素考量下 各位選擇參加選秀 被台灣大選到 不過當時因為選秀規章不完善 最終沒有到台灣大報道 而是加入高中教練 林正明強烈推薦的育榮 正式展開了職業生涯 加入育榮的第一年,教練是張學雷 初次踏入職業球場 其實德文是非常茫然 每天呢,魂魂惡惡的過日子 覺得練球很累,生活沒有目標 好在呢,正中大學長 頂哥曾文鼎非常照顧後輩 雖然只有短暫的相處 但是從頂哥身上呢 學到非常多的經驗 也一直鼓勵德文,要他相信自己 第二年呢,曾文鼎離開育榮 前往日本聯賽挑戰 育榮的教練呢,也從張學雷 變成他的恩師林正明教練 僅十九歲的德文呢 受到許記者教練的提拔 參與了中華隊的培訓 見到黃金世代學長們 以德文的腦袋一片空白 每天都像是受到震撼教育 即便不斷被罵,被唸的過程中呢 跟著學長的腳步,慢慢學 慢慢吸收,尤其是在頂哥 特別的指導幫助下 對於德文來說,這次的進步幅度 是他遠遠沒有想到的 回到育榮後呢,雖然因為 會開放洋將 導致德文上場時間受到壓縮 但漸漸的也脫移了混沌期 開始步入正軌 儘管呢,中華隊育榮呢 上場時間都不多,但是因為這樣呢 你都會更加珍惜每次上場機會 檢討失誤,多多幫隊友 製造空檔 做好自己本分,才能夠 不斷的呆在球場 2013年3月16,季後賽 玉榮對上浦原,發生了 流血衝突 後來呢,更是在網路上引發了便當事件 因為看不慣 球隊莫名呢,受到同為 籃球圈的人攻擊,德文呢 在社群平台上反擊 在此次事件後呢,便受到球迷的 踏法,球迷呢對德文 期望越大,失望越大 所以當德文沒有打出 相對應的表現,便受到 強力的苛責 這陣子的德文呢,心情是相當濕弱 但是呢,隨而代之的是 他抗壓性也越來越強 而越到齊的最後兩年呢 威勇太教練給德文更多的發揮空間 那時候呢,其他對洋將有像 布拉賽勒這種 超過七尺的大個子 而玉榮呢,數次面對洋將受傷 內線被打包的情況 德文呢,被賦予重任 也在季後賽呢,表現了可靴可點 幫助球隊呢,盡力減少 禁區受到的傷害 回顧十年的玉榮生涯呢 德文很感謝球團以及教練的照顧 解鈴還吸引了 只有跨出那一步才能夠突破 向前 德文聘請了私人訓練師 也為自己訂定了目標 希望呢,在合約到期前呢 給自己一次挑戰的機會 和玉榮合約到期後呢 以德文一度認為自己的籃球生涯 好像就要來到了盡頭 這時候呢,夢想家 給了李德文另一個 延續夢想的機會 總經理韓君凱呢,說球隊呢 不會請大洋將 新賽季呢,要德文擔任先發 過去呢,習慣替補出發李德文 為了確保自己沒有聽錯 和凱總反覆的確認三次 確定真的要找我 有沒有一度以為沒有球打 現在呢,受到球隊賦予重任 凱總的信任,讓德文說什麼 都要拼上一搏 為了不辜負球隊的期望 以德文和個人訓練師 加強自己的體能以及腳步 最荒唐時期曾經放到130公斤 而後來減制到110公斤 減輕的攜帶的負荷 也讓自己在場上更加的靈活 知道自己先天體質 不如其他球員 爆發力不夠、下盤力量不夠 易胖體質,讓德文更加努力訓練 一對一的訓練呢 和團體訓練帶來的有所不同 雖然花費相當驚人 但也確實帶來不小的進步 而過去呢,不被允許的後揚挑頭 加入夢想家 制服主義的教練團 反而更鼓勵德文多家的嘗試 從主打籃下的台灣魔獸 到具備中距離以及外線能力的 德文司機 德文的改變 你看得見 這個賽季呢 因為球隊方針改變了聘請人大洋將 德文從替補出發 並且在進攻端 可以有更多的事情可以做 2022年1月7日 夢想家主場 德文單場投進生涯新高的 六季三分球 同時送出了生涯最高 六次助攻 賽後一句 我回來了 正式宣告 強勢回歸 那德文最後有沒有什麼話想要跟 今天來支持你們的夢想家球迷說 我回來了 也特別感謝呢 學長田蕾的協助 讓自己重獲新生 打出好表現 珍惜得來福利的機會 德文的表現沒有讓球團失望 也因為結婚有了孩子 讓德文多了一份責任感 現在呢 兒子多多呢 已經人氣清出於藍 路上呢 遇到許多粉絲呢 都問德文 可不可以跟多多拍照 那喜歡的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 追蹤我們IG 今天我們邀請不到多多 讓我們歡迎 德文 ате文 阿呆 那就是兩位 他沒機會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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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